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昨天的专题报道中我们提到 那2024年全球经济危机四伏 情况难以预测 可能会迎来更多灰犀牛跟黑天鹅 面对种种未知的挑战 那美国跟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 未来的走向自然也受到高度关注 毕竟一旦这两个国家任何一个打个喷嚏 全球经济就会跟着感冒 如果两个都一起打 整个惨宽就更难以想象了 那究竟去年不断加息的美国 跟遭遇房地产危机的中国 2024年的经济走势又可否走出困局 会比2023年来的糟糕吗 那一旦这两个国家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 马来西亚经济又会受到什么程度的冲击呢 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强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指出 一般分析认为 全球经济将会在今年放缓 美国跟中国也不例外 他指出 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相信不会有太大的表现 应该还是会维持在大约1.5%到2%之间 那随着美联储持续放出降息的信号 再加上美国经济生长力呢 开始缓慢起来 他认为美元在2024年的表现会比2023年来的差 那甚至会出现贬值的情况 至于中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测 2024年的经济增长呢 预计会落在4.6% 会比2023年的5.3%来得低 钟志强认为中国经济今年的表现呢 要看他是否可以妥善地处理他的房地产危机 那房地产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25% 如果中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肯定会拖慢中国经济成长 到时候跟中国有着紧密贸易关系的马来西亚 无论我们在投资或者出口上 肯定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而北方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福言也强调 中国的经济对包括大马在内的亚洲国家来讲 影响非常大 那过去美国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 中国都有办法出手打救 然而当下的情况已经不再一样了 那中国不只需要在中美贸易战当中求存 还得要面对近期爆发的房地产危机 因此如果2024年再碰上什么大的黑天鹅或者灰犀牛的话 那全球经济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次2024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虽然美国方面有一些迹象说 它的经济可以软着陆 但是也不一定 所以这一次美国经济如果发生问题 中国经济也帮不了多少 中国也面对很多经济的问题 这个2024我们面对经济的挑战 其实是我们可以说前所未有 很多的东西全部都好像堆积在一起 2024年的大马经济真的会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 面对前所未有的悲观吗 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强和大马诺丁汉大学经济系主任张永龙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指出 如果美国和中国经济放缓 那作为出口型经济体的大马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更何况中国还是我国在这十几年来最大的贸易伙伴 马来西亚是一个出口型的经济体 我们的export 尤其这方面是非常严重的 可是在2023年中开始 我们的出口增长率就跌了 这个是在近几年来说 第一次是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趋势 所以刚你投资消费以及出口 会慢慢的减缓的话 那么对马来西亚整体的经济的成长 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当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它的经济放缓的时候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的需求 就会相对的放缓 包括对马来西亚的出口产品的需求 也会放缓 最主要是体现在 中国对出口商品的需求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可能也会体现在大宗商品价格的部分 它对各种大宗商品 包括石油 都包括各种矿类的金属矿类的需求的话 都有很大的影响 北方大学经济系教授林浮言则表示 过去一般分析都认为 只要大马的政治局势稳定下来 经济也会跟着好转 但如今全球有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像是地缘政治 气候变迁等等 导致我国的经济也变得不稳定 市场信心跟着动摇 马币也因此受影响 其实我国的经济 我们所谓的 基本经济的层面 马来西亚是非常前 但是由于我们所谓的信心的问题 市场不确定的问题 所以导致我国的马币 现在其实是被逼顾了 这个4.6对我国来讲 真的是太不公平 尽管这些不确定性因素 可能会对我国的出口造成打击 竟然影响马币走势 但张永龙却乐观看待 大马今年的经济成长 他认为国内的需求增长 可能会加快 而今年的消费和投资增长 也有望比去年来的更理想 马来西亚2020年的 全年的经济成长的话 可能会比2023年稍微快一点点 外国对我国的出口的商品的 需求的部分可能会放缓 可是我国国内的需求的部分 可能增长的相对比较来的快 比如说消费者 消费的成长和国内投资的成长 因为相对来讲的话 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比较低 所以我国的利率也没有上升的那么快 可能在一个相对的利率 没有再继续上升的情况之下 消费和投资可能有望在今年 比去年增长的比较快一点点 除了出口贸易受到影响之外 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钟志强表示 其实大马的消费能力也在下降 他指出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我国是靠私人企业来提高投资的 但来到新冠疫情的时期 也就是2020年到2021年之间 经济成长大部分都是靠政府消费 他说现阶段政府投资比私人投资来得多 这是令人担忧的趋势 因为如果企业投资跟生产减少的话 就会降低整个消费走势 因此他认为政府必须出台一些 刺激经济的项目还有政策 特别是要鼓励中小型企业增加产量 然后再出口 这样才能够慢慢带动 整个经济的成长跟循环 不过他也提醒 这样的策略也不一定奏效 因为如果全球经济增长减缓 各国对我国的出口需求相应也会降低 那到时不管产量再怎么增加 我国也没有办法达到刺激经济成长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